本周重点提要 2024城市祈祷餐会遍地开花 遍祖祷告祭坛 福音400恩典台湾 当代教会扮演社会要教 台湾圣公会社教70年 融合现代与传统 台北圣乐团合一歌声 展现信仰力量 宁安 欢迎收看好消息 国度料旺 我是陈凯丽 2024年全台各地城市祈祷餐会 接力展开建立城市祷告祭坛 尤其今年有七个县市 是第二次扩大举办 而嘉义县和离岛金门是第一次 台东县则是在今年恢复举行 祈祷餐会是经由各个县市的 联导会教会机构邀约当地的 县市首长前来 感受教会界用祷告和执政团队 同心守望的热情 而今年特别的是 多半县市首长率领团队 全程参与 也有县副代表 分别在各桌和教会牧长 同座席彼此认识 接下来就带您来看 10月26号彰化城市祈祷餐会 跨越党派县长明代同台领受 来自上帝的祝福 六都之外全台第一大县的彰化 10月26日连续第二年 举办联合祈祷餐会 过去一年圣灵引导彰化 跨中派众教会更多的合一 祷告行动 一起祝福城市 彰显上帝的恩典 众人同心聚集 乃是为了要一起 借着建立城市祷告祭坛 来为我们所居住的彰化县来祷告 那去年举办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教会 就开始在县政府 我们就有一个联合祷告会 那也有教会就出去 就是走出彰化市 到彰化县几个教会 来就行走祷告 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神的一个福音的大能 神的荣耀就更多的 能够来充满在彰化的里面 这么美的福音 你也透过蓝医师 来到彰化这个地方 也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经历到 这一份最大的福音 就是上帝与彰化同在的福音 连续两年都出席的县长 王惠美与立委王秀芳 在祷告中跨越蓝绿 一起接受牧者们的祷告 一起祝福彰化 他们对彰化众教会 与机构多年来的爱心服事 表达感谢 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 治理这地 使彰化成为荣耀 公义 心圣 和睦 幸福的上帝之臣 TPBS这个信望爱这个基金会 那他长期以来 对于我们各个教会结合 各个教会 然后对于弱势的一个关怀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谢谢 那齐心努力 把主耶稣的爱继续推广出去 所有的牧师 大家一起齐聚一堂 为我们彰化县政府 为所有彰化县的名义代表来祷告 让我们彰化能够建设顺利 所以真的满满的感动 那也期待明年能够继续来 彰化众教会跟一同为台湾 两岸及全球的和平祷告 提醒基督徒要在世界局势的黑暗中 被主兴起杀光 基督徒是灯 主要是光 主要是我们祷告 主要光充满彰化线 不管是在乌尔战争 不管是在中东战争 不管在台海两岸 一切的一个征战的灵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都要捆绑起来 虽然狗牌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当当心组织 在上帝面前 我们就来敬拜 做会来祈祷 也相信上帝 他的圣神也要赠在我们建人的中间 希望我们彰化所有的教会 真的能够联合 让我们的传福音活动会更大 我们可以带领更多人来信主 在众教会的合一祷告与爱的行动中 愿上帝的恩典与荣耀 彰显在彰化以及全地 以上是KTV新闻中心彰化采访报导 2024年广为人知的是 侍奉台南建成400年 对教会界而言 2024年更是欢庆福音来到台湾 400年的重要纪念 尤其福尔摩沙台湾 更是东亚第一个 接受基督信仰的地图 400年来 外国宣教士带来教育 医疗建设等 不但在台湾现代化过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更透过福音的大能 带给这块土地的人民许多祝福 KTV精心制作所推出的 福音400恩典台湾 上帝与台湾的故事记录报导 透过鼠邻产业的数算 让我们更清楚 上帝对台湾的心意和计划 而福音400系列稍早前 在福音登陆的台南首映 台南牧者对于这个系列 记录报导有很特别的领受 英文 History His Story 今天当我看这个His 他的故事 而且是我们有这个福分 参与在他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 牧长们跟众圣徒 我都看见说 他们都在参与在这个 已经发展400年的一个美好的故事里面 神恩典 怎么样的建顾着台湾 并且还继续带领着我们 历史是一代一代的 看见神在过去怎么做 将来他要怎么来带领着我们 我们有更加的一个期待 今天这个系列要播出当代台湾最后一集 带您来看教会在台湾社会发展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尤其从教会的合一开始 在台湾社会多族群多文化之间 带下共荣的祝福 8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解研 教会经历圣灵工作的更新 敬拜赞美帮助弟兄姐妹与神更加亲近 整个氛围更加自由开放 教会的架构也有了一次大转变 新加坡的小组教会模式 吸引许多台湾牧者学习 原先多人的团契改为少人数的小组 造就许多平信徒 起来担任小组长 成为牧者的榜币 分担牧养工作 小组教会的话 会比较多平信徒领袖站起来 这个小组传福音乐动能比团契强 小组运动我觉得是非常影响台湾的 然后小组的结构带来教会 比较大的一个生机 敬拜赞美运动 联合更新运动 小组运动 带来教会之间有更多的对话 或者更多的合一 平信徒起来服事 也带动教会看重职场宣教 在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 都兴起基督徒为生其中 1998年 神在台湾借由平信徒的服事 建立了全球第一家 华人基督教电视台 GOOD TV 将福音无界限地传递到每个家庭 根据收视调查 2022年 每年不重复观众数 已经从2008年的500万 成长到800万 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 都能够借由媒体 接触到福音 1999年的921地震 连结台湾众教会 投入社会救助的力量 从那时起 每逢台湾遭遇重大的天灾人祸 包括长老教会 基督教救助协会 世界展望会 芥菜总会等团队 分工合作 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带来上帝的安慰和盼望 跨入21世纪 教会持续扩张 不少教会规模较大 投入多样服饰 各地教会也与公布门连结 不管是为地方执政团队的祈祷餐会 每年圣诞各城市的点灯 或是结合社会救助的爱湖县 等等活动 众教会的连结 已经成为城市的祝福 回顾400年来 福尔摩沙这块岛屿 经历多次的政权转换 无便的是上帝一直掌权 当孙中山等基督徒 带头建立华人第一个民主国家 中华民国 政府迁台后 台湾社会几十年来 真实经历民主化过程 教会在其中不曾缺席 内政外交都开始吹破台湾 要走向自由化民主化 教会在那中间同年 也被卷入到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紧张里面 感谢上帝的是说 这个民主化是成功的 大家对生活的品质的体认 教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多多少少扮演一些角色 1990年12月8日 在台北敬信会怀恩堂 两位总统蒋中正与李登辉的牧师 周莲华翁修公牧师 联合主持 纪念228平安礼拜 带领众人一起为台湾这块土地祷告 求主赐下合一的安慰与平安 台湾这块土地需要祷告 各城市牧者纷纷成立联岛会 教会界1995年在台中 举办全国祷告大会 2000年在台北 也举办千禧年全国祷告大会 另外台湾众教会联合推动 超过十年的2000年福音运动 在基督里合一宣扬福音 养经的福音运动 其实是从87年的年底 12月的时候 那时候是由周莲华牧师 高居民牧师跟我 我们三个人居民邀请 虽然总目标没有达成 但是在那11年的当中 可能是台湾有史以来很难看到了 教会之间的合一 彼此的团队的合作 有那么多的步道的行动 从2008年接连两场在台湾举行的 布永康烈火特会 以及葛福林步道会 到近十年间 各地教会推动的幸福小组 台湾教会传福音的行动不停歇 也将步道的经验 分享到海外华人教会 根据教师报告 台湾基督徒的比例 从多年的3% 成长到近年的6% 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封闭时 圣灵却在台湾兴起 遍地开花的RPG祷告小组 不但超过3000间教会 会回应十万祷告大军呼召 RPG祷告运动 更影响北美日本的教会 400年来 神带领宣教士祝福台湾 现在也使用台湾 出去分享祝福 直到今天台湾社会仍然存在对地 感谢主带领台湾各族群的教会 持续走在合一的旅程 近年来跨族群 跨教派 跨地域甚至跨世代的合一连结 越来越紧密 我们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好处兵的精神 好处兵其实就是打破族群 打破改金 所有的我们说那种价里的唱都要撒得到 所以好处兵的精神其实就是 跟我们来追求族群的共融 族群和谐 这是台湾教会最能做的感觉 比起世界各地的教会来说 台湾教会的合一算是相当不错的 我觉得这是上帝给台湾教会的极大的恩典 不同的教派或者不同的以续的教派 偏乡原住民城市的教会能够比较彼此的关切合作 因为不同的族群就会产生不同的神学的面貌 所以台湾的不同的族群结合起来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 就像诺亚方舟之后它所看到的天上的彩虹 它是非常的美丽 但是它代表了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故事 这四百年来神兴起的宣教士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在这块土地 真的为他们感谢神 也为他们的教会感谢神 我们能够效法这些宣教士 让我们能够起来 让台湾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 祂是世界许温柔忍耐 永和平彼此联络 回顾过去恩典的四百年 当我们更清楚上帝对台湾的心意与命定 就能够跨越族群 一起认同台湾 拥抱台湾 知道台湾是上帝的拣选与预备 在上帝的心意中 彼此接纳合一同行 我相信台湾是一个多族群 还有多语言 一个地方 你这个堂要让它 不是对立而是丰富共荣 这是我们教会能够做的 本来是疏离的 会变成是认同的 共同体的 这点我是觉得 上帝手在给我们引刷 一方面感谢神 神奇妙的工作 我相信神对台湾 有他的心意 有他的命定 要让台湾不但是成为 神在这个地方 在台湾做工 神要透过台湾 要能够成为列国的祝福 台湾的教会 要有国度的眼光 你的宣教工作 除了台湾以外 要跨过台湾这个海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人世界中 上帝赐给台湾 有信仰的自由 也拣选台湾的教会 成为合一的器皿 带下盼望去祝福华人 走向宣教去祝福列国 台湾的基督徒 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感恩 期盼在神的恩典中 后来的荣耀 大大的超过先前 在播完这一系列之后 福音400恩典台湾制作团队 也邀请不同族群的牧者代表 分享在福音400系列 记录报导当中 给众教会的不只是感动而已 先来看一段精华片段 福音带来的台湾是上帝 不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教派 我觉得谦卑 是我们能够真正 重新合一的一个起点 族群不同的教会教派 我们都是管家 上帝的国度在台湾 更大的拓展开来 把福音更多的 能够传扬给台湾 甚至是海外的 这些的卫德之民 如果是我们都能够认出来 这个玛雅各他们是 红毛还是亲戚 对 的话 那我们不是更是亲戚吗 对啊 我们不是更是一家人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蛮有这些 在历史上跟真理上 都有蛮好的合一的基础 我们是神的器皿 在台湾这里 神的教会在那里 不是我的教会 是 那个概念 是 是圣灵建立的教会 是基督的教会 是上帝国的一个代言 我们的合一是要做好办 我感觉 很多的合一 如果是基督的里面 其实无论是 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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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福音400国度论坛 除了在频道播出之外 也会在官网 福音400专区 欢迎您随点随看 接下来带您来看 台湾圣公会 它维持传统礼仪和教制 又保存了16世纪 英国宗教改革的信仰传承 台湾圣公会是 美国圣公会 在1954年所建立的海外教区 由夏威夷教区主教监管 跨越70年的台湾圣公会 积极宣教扩大影响力 融合现代太古与传统崇拜 台湾圣公会9月28号 在圣约翰科技大学 欢庆社教70周年 15间教会弟兄姐妹 连同美日圣公会代表团 近800人 用诗歌诵词 高举耶稣基督 统领圣餐 全那个圣父 从现在直到永远 当我们说阿罗哈 我们在共同呼吸 哈 是神的呼吸 是生的呼吸 在台湾 在台湾圣公会 在台湾 跟您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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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0周年的活动 我们所定的主轴 就是伟生宣教 台湾圣公会在过去 这些时间 我们很认真地来反省 需要有更多的 扶船的工作 我们希望在未来15年之内 我们成为教审 教审就是 我们可以完全地自治 台湾教区原属日本圣公会 日治时代结束 由美国圣公会接管 1954年 由夏威夷教区主教监管 王长林出任主教时 跟上海申约翰大学 合办新普工专 就是现在的申约翰科技大学 学校设有江林堂 公事身崇拜 我们的校训是得以辅才 学以致用 所以这样的精神 深深落在我们学校的 每一个人心上 在整个教会里面 对于学校营造 温馨友善的校园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位师生 都受到很大的一个感念 我们第一任的董事长 叫王长林 王长林 王董事长 他的一句话叫做 就是说 以生命影响生命 这个其实是对我们 所有的学生 会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不只用生命影响生命 各地圣工会 依据不同文化 编写公导书 规范会众崇拜 及牧养礼仪 圣工会的传统当中 的牧养的灵性的部分 一个是从礼仪的部分 就是在每一天当中都有礼拜 我们在改革中的思想的里面 还有一些的部分就是 在我们的 像是我们的门徒训练 还有就是我们的 从一些宣教的部分 读经的部分 然后来做一些培育 要来把这个大义的圣经 和全部大义的礼文 要全部都起来 要做一个新的开始 在这个社区 在我们所关心的 所有的家庭 都可以来有这个感受 感受到兄弟 在照顾他们 走过70年的台湾圣工会 持续用圣经 李文来牧养弟兄姐妹 盼望透过更多宣教职堂 扩大台湾圣工会影响力 以上是国TV新闻中心 新北采访报道 时常在各地教会 现实的台北圣乐团 以优美的合唱歌声 颂赞上帝传播福音 也肩负保存和推广 传统圣诗的责任 台北圣乐团20周年的音乐会 吸引了许多 喜欢古典圣诗的观众 聚集在台北湾光教会 一起享受音乐 也享受圣灵的统战 台北湾光教会午后 传出悠扬的合唱歌声 会堂连走道都坐满了人 众人专注聆听 甚至闭上了眼睛 这是台北圣乐团 庆祝成立20周年的音乐会 音乐会中台北圣乐团 以圣诗颂赞上帝创造 也以台语圣诗唱出主爱 整场最高潮 适合湖光教会诗班 组成百人诗班 以拉丁文唱出自己信仰的坚定 就是我确信 我信的是唯一的上帝 就是一开始他的铺陈 就是一个很有力 很有把握 很知道我在信什么的一个宣告 受难到了定十字架 它把整个速度有点变慢了 然后接着又有一个调性的转环 就是要讲复活了 然后从Auto开始铺陈 堆叠出来的 从Auto接 Soprano接 Tenor接所有的人 到一个复活了 最后我盼望死人的复活 我信永生 作曲者它又营造一个 很属天的气氛 很轻盈很亮丽 很平稳的 你会觉得 我的信仰就是从天而来 我的信仰是上帝给你的 他们的那个合一跟力量 跟那个power 我觉得这是音乐会里面的高潮 这种古典的乐性的音乐 我们会是比较喜欢的 合唱的部分 必须要有四个声部 如果说你的声音是在 整个群体里面 是被听见的 那这个其实不是合唱要的 那你要怎么样发出 合一的声音 对我们自己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节制的功课 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应该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 所以当圣灵 跟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 我们也很能够感受到 其实我们就是跟天上的父亲 在那个声音里面就合一了 我们从各个教会来 基本上来的也都带着灵脚来的 可是到了圣乐团之后 才发觉这个不是彰显自己的一个动作 你开始只是喜欢唱 后来喜欢唱 你发觉你自己得到医治 你就谦卑下来了 以前听到别人唱的诗歌 我也很受感动 因此让我成为基督徒 所以我也希望 当初神为我安排的这个感动 祂愿意用我做器皿 让我也能够唱出这些诗歌 也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 台北圣乐团的资深团员 来自各行各业 但其一的心智 就是以歌声服侍上帝 传唱上帝给他们的感动 不售票也不募款 从城市唱到乡村 每个月都会前往 偏乡资源缺乏的教会献诗 将丰盛的祝福 带往缺乏之地 诗歌就是一个小小的传道 我们如果没有走出教会 我们不知道原来古典圣诗 有这么多喜欢的人 然后大家充分的享受 在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刻 有一句话说 一个人走得快 但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而他们今天也要继续带着 他们所领受的意向 能够展望未来的二十年 虽然面临当代流行的 敬拜风格转变 台北圣乐团也承担起 保存传统的责任 到各地举办合唱演习营 台北圣乐团走过二十年 在洪流中依然选择坚持战力 以合一的歌声 继续传唱上帝的爱 让古典成为经典 也让福音永不退流行 由Good TV好家庭推出的家庭直播讲座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 邀请家庭领域领尖的专家老师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家庭话题 有专业精辟的说明 还能够及时与线上的观众互动解答 从今年九月的首场直播讲座开始 推出之后叫好叫座 吸引不少观众敲碗希望重播 家庭直播讲座是 Good TV好家庭和众教会 吸收合作的特别策略 期待协助教会成为社区的 家庭教育和关怀中心 推出以来已经有三十间教会参与直播 邀请许多的社区朋友 一起来到教会 自从跟好消息家庭中心合作之后 我们一起办社青的营会 家庭的营会 还有青少年的营会 就蛮多新朋友进来 因为当教会很看重 关系跟家庭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里是有温度跟温暖 那我常常在面对他们一些 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是很无助的 但是透过这个老师的课程 我知道原来教导孩子 这样一个青少年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对他们是蛮有盼望的 接下来GooTV Plus 12月好家庭直播讲座 将会邀请到亲子教养的专家 刘荣香老师来分享 不再为孩子手机问题来焦虑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持续关注讲座消息 或者是上GooTV Plus 随时随点学看 除了锁定Goo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扫描QR Code 下载GooTV Plus AI数位平台 另外记得关注Facebook 和订阅Goo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 过度瞭望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